《寧靈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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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郭卿玉 我是泛地拳的總教頭 我36歲才跟師傅泛地拳 因为当时黄飞鸿很亲密 我们看黄飞鸿那天想了人 觉得功夫很厉害 以前的思维就想着自己学了功夫 好像自己一个武侠 可以随便走天涯 可以走光队 当时和我们玩功夫有三四十个人 现在剩三六几 可能剩两个而已 以前的思维 很多算是很大的学校 觉得这门功夫很厉害 就想去开门管门钱 学了最后 其实不是这种事 和开门管门钱是两种事 学得功夫不可以容易消灭化 消灭化是全成年的功夫 全成重要 因为赚钱是经商 很多人是觉得不好 不好不好 不好 开 开 我和师弟做到教堂的时间 应该有十一年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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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进行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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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用武館的話 他只能夠是漁漁漁才能夠學 甚至有漁漁漁下雨 或者有其他原因不得難的都學不到 如果武館和武術學校 武館應該很難發展 法律全好 其他居民都覺得有一種日前昔眉的感覺 好像有些慢慢悶學 因為人越來越少 要跟上學校的形式 有希望能夠傳承下去 如果沒有政府支持 必管是做事不下去的 比較埋教的心酸 因為自己學到這麼好的功夫 無論哪個階都好 如果你是這樣的形式下去 只有收檔 教育的學肯定會堅持下去 最後能夠教幾多人 幾多人為子 自己這麼愛好 自己又學了 又有心去傳承 應該會堅持下去的 我叫郭喜元 我是凡秘權的總教頭 我叫郭喜不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